公元前541年,县公告诉孙文子和令伟子敬宴,两人如此前往待命,天晚县公却去设大宴,还未托设福就与他们谈话,县公这种无礼的行为,他两个人非常生气,县公让若诗朝唱 诗小雅中的巧言的最后一章,朝曾经被县公鞭打了三把下,所以怀恨在心,就演唱了这个诗章,以此之路孙文子来报复县公,孙文子和令伟子后来赶跑了县公,如果你想知道谁是第一个首富,请订阅我